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也有很多无脑喷我的弹幕与评论 我一概没往心里去 因为干视频写公号花去了绝大部分的时间 最近几年看的书比较少 数了一下去年才只有可怜的几本 有些还是为查资料临时报的佛脚 青龙珠漫画全集又倒是有完整的看了一遍 老师我对不起你 说到荒腔左板聊音乐 Spotify网站几年前做过一个调查 说人的音乐窗口期平均到33岁就会基本关闭 此言不虚 我不放弃列表上大多还是些十几年前就迷上的老炮 此处再次谴责万青十年发一张专辑的狗逼行为 我个人的感觉是2020年时间过得特别快 1月18日我在上海参加活动 小伙伴们在楼下凑堆聊天时 提到街面上出现一种不明病争 弄得人心惶惶 但当时都没太当回事 心想再严重也不会比03年的SARS更夸张 五天后武汉封城 本该热热闹闹的春节党消失 政府与人民抗疫自救总动员 当时可能很少有人会想到新冠病毒竟如此厉害 一年过去全世界上亿感染 每个人的生活都被影响到 如果我在2019年的年末昏迷一年后醒来 可能会对这个世界感到有些陌生 本以为铁连刃的川建国被新冠强行撤职变成了拜振华 先被打梦的中国却很快稳住了局面恢复生产生活 成为去年唯一正向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接着还从越来上巴拉土 下一站火星 嫦娥天问 星辰大海 国运来了真是挡都挡不住 身在国家的上升期是一种痛苦与兴奋并存的体验 我觉得很幸运能生在这样的时代 早生50年太穷 晚生50年又太富 都不够充实有趣 你看聊着聊着男人就会情不自禁的跑遍到政治上 拐回来 2020年的影视行业也是天翻地覆 传统影院体系遭遇重创 说是毁灭性的也不为过 全年票房同比下降七成 流媒体强势崛起 巨头们纷纷探索线上市场 观众的习惯也在悄悄的改变 这种改变很可能是不可逆的 存续了100多年的观影模式面临土崩瓦解 但影院应该也不至于消失 只是职能会转变 毕竟人类是一个很需要面对面社交的物种 2020年文娱界同样有许多名人离开了我们 有的寿终正寝 有的一年早逝 都是命啊 前年我年末做过一期纪念专题 但今年不打算详细说了 大过年的让各位再悲伤一遍不妥 愿他们在天上安息 明年栏目会迎来一次改版 电影市场低迷 我只有转向剧集市场跑点神尺 会加大更新的频率 争取一个月讲一到两部连续剧 都是我从小到大印象特深的经典 有的还不止看过一遍 我有信心你们也会喜欢 过去这一年大家过得都很不轻松 动荡中也让我对世界国家自我有了更多方面的认识 如果多年后回头看一看 我大概会怀念这个压抑 魔幻 同时也充满希望的2020年 最后让我们一起把新年快乐打在公屏上 彼此祝福 2021年 愿大家都能拥有沸腾的 有劲的生活